三寶心法 我們三寶心法其實 就是講靈魂從玄關出氣 就是往生無疾禮天天而言對不對 那這個從玄關出去 師父上一 記得上一堂課也有講 大家在家裡一定要常訓習練習 三寶心法 這樣子這個去才會容易去玄關對不對 是不是 那師父呢 其實這幾天也去思考 要如何來教各位 能夠更容易地達到去聚玄關 去聚玄關 這樣了解 去聚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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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去是先天氣 先天氣 這去聚玄關 各位 如果你可以練習到不要講說入定 或者講說你修到你可以進入長極光世界 才得以捏盤 其實我們求這個三寶心法 就有一點跟之前的一貫道或其他的宗師在講說 靈魂長玄關的這個要義 就是告訴我們 氣聚玄關 是一個了生托鼠最安全 也是靈魂從玄關出去才是一個 得以往生無幾禮天的世界的一個 一個 這個 學禮 那麼從 古聖賢所留下來的 其實可以印證 這麼 幾千年來 經過宗教的這個傳道 也印證了 七聚玄關才是 一個根本解脫之道 就是像道教講的三花祭鼎 一關道有說玄關要打開 那太上老群說玄化之門 對不對 都是在講玄關 來各位 這堂課一定要注意聽 因為這個是師父的子官學來 子官有一句話講 子為定 官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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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子為定就是說 要指什麼 子妄念 煩惱 對不對 指妄念跟煩惱 其實簡單來講就是指妄念 因為有妄念才有煩惱 這樣了解嗎 各位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有時候在教你們 平常沒有教你們在做禪修的 或者在教你們精進的時候 你真的還不知道 你的念有那麼多 甚至於要指那個念沒有那麼容易 各位有沒有嘗試說 你真正還要用禪修 讓你的心意識 完全沒有其他的動念出現 你一打坐你才會發現不容易 不容易 你一打坐下去你才會發覺到 其實原來你的妄念這麼多 你的煩惱這麼多 對不對 好像要專注起來就是不容易 就是不容易 那不容易就這樣子放棄嗎 當然也不是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培養專注 要怎麼樣培養專注 這個才是一個重點 這樣各位了解嗎 好 那我們怎麼樣培養專注 第一 我們在修行過程當中 我們的三寶心懷就是叫我們御守玄關 對不對 然後默念拿摩米洛佛 對不對 這句佛話你一定要練到怎麼樣 專注 這個妄念才會止掉 才能夠止掉這個妄念 那要怎麼樣止呢 你之前師傅在學子關的時候 通常 我們在學子關的過程當中 就是會 意念是鎖在人中的地方 舌頭一樣要頂上二 也要頂上二 但是呢 當你在學子關的時候 他關的是屬襲 屬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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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屬襲呢 就是說 當你眼睛閉起來 現在 現在是講止關 等一下會導生到我們的三寶 屬襲 屬襲在人中的時候 你 把身給調好 因為打坐一定要調身調好 那怎麼調身 就是師傅跟你們開三寶的時候 會叫你們深呼吸 然後吐氣的時候把身體放鬆 放到你的身體完全沒有KK 或者有什麼不舒服的時候 才開始打坐 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 這樣了解 其實各位 很多人在打坐之前 調身這個動作很少人去注意 可是做到一半的時候 你才發現你的坐姿 其實是影響到你的禪修 障礙出現 對不對 其實你們在打坐之前 一定要把這個調身給調好 調身給調好 調到你感覺 不管你是用打蓮花座 或者半蓮花座 或者是正經為座 或者是用什麼方式做都沒關係 你一定要把這個身體調到你感覺 最舒服的 感覺沒有障礙 身體也不會往後仰 不會往前兩後 會左右傾怎麼樣 或者頭部 往後仰怎麼樣 都要調好 都要調好 這樣了解 調到你感覺全身 覺得很放鬆 很放鬆 什麼叫很放鬆 講機要比較容易聽的 就是你感覺到全身很舒服 這叫放鬆 這樣了解嗎 你感覺很舒服 那這樣子開始 開始來怎麼樣 我現在以止觀來講 止觀他就是 當你在調身調好以後 第一個就是用屬息來培養專注 培養專注 他吸氣的時候 就是不屬 不屬 吐氣的時候他會屬 1 2 3 4 5 6 6 7 8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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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氣的時候他沒有數 然後吐氣的時候再重新數 那有些人會數五或者數六 或者數七、數八、數九 數數都隨意看你自己你可以數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佛教講十五的話就是修五戒 十六的話就修六度 十八的話就修八正道 十十的話就修這個十善業 但是這只是一個名詞 就是一個名詞 但是重點其實在看你怎麼樣 看你吐氣的時候順暢不順暢 這樣了解嗎 你感覺順暢的話你就數長一點 不順暢的話就數短一點 所以各位道清 那今天我們要怎麼樣 來透過像主觀這種方式來培養專注 第一 你們在修三百的時候 我們就不關人宗 我們是關怎麼樣? 玄關 對不對? 關玄關 那怎麼樣關玄關 一樣就是 你們調身調好的時候 要御守玄關 然後呢 吸氣的時候 把這個氣吸到自然寶 然後吐氣的時候練拿摩弥勒 拿摩弥勒佛 這個佛為什麼會拉這麼長? 就是因為你在吐氣的時候 可能你練到拿摩弥勒佛那個佛字的時候 可能你的氣還沒有吐完 還沒有吐完你還是要吐完 吐完的時候就只把這個佛字給拉長 這個書練習一次給你們 這是吸氣不要吐 吐氣的時候 拿摩弥勒佛 就吐完了對不對? 然後再重新來 吸氣 吐氣的時候 就要不斷地重複再重複 重複再重複 這樣了解嗎? 如果你的意念 越清淨的話 你的鼠息的速度會越來越慢 會越來越慢 那速度慢你不要緊張 甚至於你的呼吸會變慢 不要緊張 那當然有心臟病你就要注意 那有時候搞不好真的是有心臟 如果沒有的人 你如果修到你的專注 越專注的時候 其實你呼吸是會變慢的 是變細的 那你的呼吸越細越慢的時候 表示你的意念是越來越專注 這樣清楚嗎? 那表示你這個鼠息就很專注 如果你的鼠息 你的氣會很粗 甚至於 常常有妄念起來 或者是想東想西 就是 你在鼠息的時候 如果常常有妄念 或者煩惱出現 那這個有時候就是真的 你在這個修止觀的過程當中 就是你的煩惱 還是你的專注念還是不關 所以當你在 用止觀的方式來修三寶的時候 就是你吸氣的時候 盡量讓它自然寶 你吸氣的時候 千萬不要練阿姆 沒肉 為什麼? 因為你這樣子會脹氣 這樣清楚嗎? 吐氣的時候才練 如果這個過程當中 你常常會有意念起來 或者有煩惱 或者是有其他的練頭起來 這個表示你的鼠息是沒有專注的 你要怎麼樣去注意你的練佛也沒有專注 很簡單 就是你如果覺得我練到 我老公快回來了 那就表示你的專注力不夠 對不對? 我都還沒有煮好 結果這煩惱不斷 對不對? 這個人世間會不會這種煩惱 對不對? 還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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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天動地搖,被這個靈來干擾 這個會不會出現? 會不會? 這個如果你在佛教學子觀,人家就跟你召見 你去那邊休息,下次不要來了 對不對?因為我在宗宰禪師的時候就有一個師姐 1、2、3、4、5的師姐 主我、法師就叫他來,師姐,傳遞你有怎樣?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 對不對?在我們看就很正常,在佛教看就很不正常 對不對?這個怎麼解決? 這個你要下定決心,要把它突破過去 不要遇到這個就 師父我擠到這樣 都不會過關,不會怎樣? 這個你一定要下定決心 就是更專注 更專注 什麼要更專注? 由 由我不在插蜜 我就不要去覺知,所以這個覺知覺才要注意 我就是不要去覺這個動 或者覺這個音 不要去覺這個像 我只有覺這個什麼? 練就好 我只把這個念只有守在 尼樂佛這支佛號 把意念守在玄關 鑽住這支尼樂佛佛號 不管我的身體天涯地動 煩惱來的時候 都把它趕快斷 斷 阿摩尼樂佛 小孩子回來 沒關係啦 回來他自己也有鑰匙 就專注 對不對? 阿摩尼樂佛 老公回來 我有跟他叫他自己買便當 算了 對 就不要再想 都不要再想 知道嗎? 所以打醉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好 什麼事情要做好? 你家務是該處理好要趕快處理好 這樣才不會有障礙 對不對? 如果老公今天有沒有要吃飯 打電話問一下 你要外面吃還是老婆煮給你吃 他說我要回家吃 那你就趕快煮好 或者吃飽飯以後再去打坐 千萬不要再你的事情都沒有做好之前去打坐 那這樣子你的問題沒有辦法解決 這樣了解嗎? 那打坐最怕的是什麼? 最怕的是你當下的因緣要去執行的工作沒有做 可能造成你的困擾跟壓力 這個又不能不做 對不對? 但是這個有可能做妨礙你專注的一個什麼? 一個重要點 這樣歸清楚嗎? 男眾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男眾老公吃飯 嗯 你們先吃我吃飽 我打坐好再來吃 那老婆不行 如果老公說要回家吃飯 你一定要只給他煮 對不對? 你說可以沒煮? 不行 是不是? 對不對? 所以女眾真的修行很辛苦 對不對? 所以你們在打坐前 要先把你的家戶事 人事地戶 把它怎麼樣處理好 因為你們在這個再加修 就是有這種凡夫的什麼業障 對不對? 俗說業障 不要說這是你的證人 對不對? 那你要不要把這些業障給解決好 這樣子你才有煩惱專注 對不對? 如果你全部處理好了 打坐有沒有環境的關係 事上事就有講了 什麼地方都可以打坐 只要不妨害家人的生活就可以了 對不對? 你都可以輕輕地打坐 找一個可以讓你輕輕的地方 然後就好好的把身體調好 然後開始吸氣 不吸 吐氣 各位要注意 你看我們的學生有很多去醫院開刀 睡不著 對不對? 我們的學生都跟他說 你要聽師父的哭 他聽師父的那個 講課的那個影片 一聽就睡著了 我們台南有一個李伯師兄 對不對? 他去口腔癌 去城大開刀 開刀完以後兩天睡不著 很奇怪 他平常是一個很好睡的人 然後剛好我們那個 台南的廟階師姐剛好在城大上班 就去跟他看一下 他說 我這兩天怎麼睡不著 他說 我教你一個好方法 什麼好方法 我聽我們很多道經說 睡不著 聽師父的影片講經說法就會睡著 他說 他就真的手機打開聽 真的睡著了 各位 師父這點是告訴你們 師父是有待天命的人 師父有功德力 師父的功德力 其實是可以 真的可以給你 給各位安分定破 這個是事實 但是各位 如果你們相信彌勒淨毒 你們相信彌勒佛的逢此大怨 只要你再專注練這次南無彌勒佛 只要你誠心的相信他 各位你知道 先天的彌勒佛的功德力 絕對是超越師父幾千倍 甚至於無量無邊的這個功德力 各位相信嗎? 對不對? 所以當你們在專注的時候 就算你有癒障現前 只要你誠心誠意的相信他 彌勒佛的逢此大怨持光 一定會來照耀你 甚至於洗成你的癒障 讓你在這個修行三寶的過程當中 讓你的專注力可以慢慢的穩定下來 甚至於進入了專注定 甚至於進入了專注定 各位相信嗎?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覺察很重要 所以 以 指念 培養專注定 如果你要指念 你看你們各位在打坐 實際上你去那麼多 其實你一坐下去都是 亂想 甚至一些修通靈就更可怕 那修的都在那裡 因為你要去坐的時候 我們宮主就已經幫你注射了 師傅要怎麼想 你去那麼多 因為我看到你後面一群觀音 你去那麼多 待會他就下來了 是不是? 你在那坐的時候 就是 在那裡等觀音 結果 為的人是 坐的時候 不知道是誰啊 鬼來你不知道 真的有哪裡 但是為的在那坐 幾磅補也沒有看到 是不是? 對不對? 那就是你整個心 都不中了 一算叫鬼 或是假神 假菩薩來 你也在那裡反應到 真的菩薩來 那如果都不來 就說 實際上不是說 管你也來 我們都坐不來 要煩惱起來 對不對? 這樣有沒有辦法專注 沒有 有沒有辦法專注 沒有 這個是沒有辦法專注的 這個是沒有辦法專注 所以培養專注 是一定要有一個方法 那我們今天 以三寶心 以止觀的方式來培養專注 來培養專注 對不對? 那這個覺察就很重要 怎麼樣去 檢查 你有沒有專注 就是剛剛師傅講的 如果你妄念起 就表示你的專注力不夠 你的 念佛的這個 念的不順 你如果專注的 定 專注的穩定 你那個佛話就會非常順 因為你穩定的 那就是 那 摩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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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說各位注意 會有這種現象 你那順的話你這佛話會非常順 不順的話就會非常不順 像我們以前在數習的時候 一二三四五 我還有一個錢沒有去繳 忽然間心拿回來的時候就 我剛剛數到哪裡了 忘記了 對不對 會不會忘記 那我四十到六 從七十還是怎麼樣 以前這個問題我們就曾經問過法師 從零開始 就是從一開始 萬一你們練佛話練到一半 要不要去想我剛剛練到哪裡 都不用 就是重新來就對了 這樣了解嗎 這樣沒清楚 所以這個要去覺知覺障覺察 當你可以做到這一點 你智慧就慢慢開 因為你的心越來越專制的時候 你的智慧就越來越開 因為你懂得去養製你的妄念 當你的養製你的妄念的時候 你的心就越來越清靜 越來越清靜 各位了解嗎 所以各位今天我們要怎麼樣去培養專注 是以直觀的方式來教各位 培養專注 來各位 各位現在把距離稍微拉好一點 來 稍微拉好一點 來 全部做正經為做做好 來 來 來 主委來 全部做正 做正 來 來 手打三寶 腳放好 來 放鬆 放鬆 手頭頂上二 眼睛前臂 我現在要讓你們練習 眼睛前臂 然後一手行關 深呼吸把身體拉直 吐氣的時候身體放鬆 如果你第一次沒有把身體調好 你可以重複把身體給調好 調到你的感覺身體是完全放鬆 然後嘴巴嚇收 嘴巴嚇收的原理不是說嚇到很嚇 就是把你的頭部給調整好的意識 你就自己感覺你的頭有沒有往後仰 或者左右傾 或者是過度的往前仰 會造成你的頭部不舒服 如果你的頭部不舒服 你的精神就不舒服 如果你的精神不舒服 你在學習打坐過程當中 你的意念就不容易專注 如果你的頭部可以放鬆 那這樣子你的精神才容易放鬆 所以頭部放鬆 臉部放鬆 有很大的重要點就是讓你的精神放鬆 好 如果各位你感覺到你的整個身體 還有你的臉部 全部都放鬆了 然後把你的氣深呼吸 就是調氣 透過深呼吸一次 然後吐氣一次 總共九次 這個叫做九絕佛風 如果你調九次的人 你的感覺你的氣還是不順 你可以增加 重點就是透過深呼吸 再調氣 讓你的這個呼吸能夠順暢 讓你的呼吸順暢的過程當中 等一下我們要來學這個三寶心法 以子般的方式來學三寶心法 這樣子你等一下在這個吸氣吐氣的時候 就不會有障礙 如果你一打坐的時候 如果你的氣沒有調順 那你打坐 這個呼吸就會有障礙 那呼吸障礙大 你要培養專注的障礙就會大 就會大 這樣了解嗎 好 各位如果你們感覺 你已經把這個氣調順了 那你就開始吸氣不要輸 吐氣的時候練 默練 我師傅練習是給你們聽 但是你們默練就好 吸氣的時候不要輸 吐氣的時候 阿摩米勒佛 阿摩米勒佛 氣吐敬 然後再吸氣 吐氣的時候 阿摩米勒佛 氣吐敬 重複 各位不斷的重複 當你在煉佛熟習的過程當中 如果你感覺呼吸不順 你可以重新調氣 調氣 都不要硬撐 就表示你的氣不順 如果你感覺你的坐姿有不當 也重新調身 其實各位 不管做任何禪修 調氣跟調身的步驟是 缺一不得 因為它是一個基礎 所以過去人家在說 這個道經的時候 就說 飽去吐氣 這個飽去吐氣 就是在說 調身調氣的意思 你調身調氣能夠調好 你後面的打坐 才能夠修得好 如果你的調身調氣調得不好 你在修產的過程當中 你的障礙就會非常多 這樣各位了解嗎 所以以後你們在家裡都不要趕著一坐下去就要打坐 一定要把調身調氣這一塊把他做好 把他做好 把他做好 在彰化 你說我和你友在高雄上班不知道怎麼樣 你的心已經跑到高雄去了 趕快拉回來 對不對 你明明現在在道堂共修 你一直想著家裡的門也沒有關好 你的心已經跑到家裡去了 趕快拉回來 每一個忘練起的時候要懂得馬上給它斷掉 各位 覺察到就要斷掉 關就是覺察 再初步的覺察 就是覺察到你的忘練就趕快斷 趕快止 各位你們不要小看這個 這個如果常練習你的氣就會常聚閒關 以後對我們無常來的時候非常有幫助 因為聚聚閒關 保證你的靈會從閒關出去 保證你的靈會從閒關出去 如果你們之前在家裡打三寶不容易專注 那是會以主觀的方式來教各位 以這種方式來培養專注是最有效順序 最容易達到專注的 以前聚閒關必須靠自立成就 那現在因為我們有迷路淨土做依規 我們只要這個氣能夠鎖住在閒關 專注在閒關 我們就能夠得迷路弘子大怨的 怎麼樣救度 所以這一點還是要下功夫 還是要下功夫 也不能到求了 就這樣子過也不行 求法就是要修法 修煉法門 所以你們來聖靈講求法的目的 就是要求一個好的方法 依法來修行 千萬不要把法門當成一種神通 這個謎的方式來修行 那這樣子是錯 這是錯 師父沒有叫你們眼睛打開的時候都不要打開 繼續修煉 你看你們眼睛就打開 一看就知道你們沒有專注 要重新來 重新來 師父沒有叫下課的時候就先不要打開 你看你們都還不到五分鐘眼睛打開了五次 那表示你從一做到現在心根本沒有專注下來 這個就是你自己要覺察到的地方 各位靈漢 修靈容易修定不容易有沒有注意到 你看你們隨便修就靈動 叫你定就定不下來 你覺得哪一個公務生 從這邊就可以看到 這樣了解嗎 就可以看到 有些人都以為我在那靈動很厲害 表示你修得很厲害 那我叫你禪定了說你定不下來 你覺得你有沒有功力 如果沒有功力實務現在可以給你答案 你根本沒有修行 講神通就太遙遠了 講神通就太遙遠了 這樣了解嗎 你們要自心 相信彌樂淨土的佛法 你要感受彌樂佛在你的玄觀式奉光 讓彌樂佛在你的玄觀處 然後助你的自性光顯露 由彌樂光轉為自性光 但是千萬不要去看彌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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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做過程當中你的知識 做知 都不是很端正的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因為當你的專注力夠的時候 其實你身體所有的經絡經脈 這個氣都全部會轉動 從小週天進入大週天 你看你們一打之後就會打瞌睡的人 表示你們的精氣是不足的 這個以後要注意 這個怎麼注意 這個要嘛就是透過運動來調 來養起你的身體的這個氣 那有些可能是工作疲勞也會 那這個就是調 在禪宗裡面就講調集 調集 或者分碎 那這個一定要在專注的 在玄觀的地方 在專注的把自己的佛號練得更清楚 你這個調集與分碎的現象就會解除 就會解除 行為 先離更專注在閒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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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離更專注在閒觀 現離更專注在閒觀 先離更專注在閒觀 更清楚地把拿媽弥勒爾追擊佛號 練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自然你就不會掉急 就不會分碎 信用臉部放鬆 信用臉部要放鬆 眉頭那邊不要皺起來 放鬆 再放鬆 再放鬆 在打坐過程當中 如果發覺你的眉頭是皺得很緊的 臉部是緊繃的 這個表示你 在臉部放鬆這一塊沒有做好 其實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如果你臉部太緊繃 其實你要培養專注是不容易的 因為你的精神非常的緊繃 所以這個就要趕快把臉部再度的放鬆 放鬆 怎麼樣放鬆呢 嘴巴輕輕的微笑 輕輕的微笑 你的臉部會自然的放鬆 會自然的放鬆 所以你們臉部太緊了 你可以嘗試的臉 不斷的嘴巴微笑微笑 一直到你的臉部放鬆為止 我們要誠心 自信的相信迷惱的磁光複雜 因爲你所說的三寶心法 通天佛話叫南無彌勒佛 我們要誠心 自信的相信迷惱的磁光複雜 只要你心成自信 迷惱無量功德 自然會來照耀你的玄冠 讓你的玄冠寺 能夠以迷惱的自信光 與迷惱佛的佛光相應 來洗成你的自信光的黑暗 讓你的自信光能夠慢慢的清靜 然後有迷惱佛光轉為自信光 在你的玄冠寺如果有白光 紅光 黃光 紫光 都沒有關係 甚至於綠光也不要害怕 你只要專注 這些光都慢慢會有所穩定 這些光都慢慢會有所穩定 吸氣吐氣一定要控制好 做到身體會麻 會痠 會痛 如果你本身是沒有什麼先天性疾病的 不用怕 因為你的身體會麻 會痛 這表示你的身體 有些 這個 脈絡是有堵塞 或者是去不順 所以當你吸氣吐氣比較順的時候 你的經絡會開始 會有充脈的現象 不過在充脈過程當中 它一定會產生痠跟痛 會產生痠跟痛 這個痠跟痛 你只要忍過去 這個氣就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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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眼睛打開 眼睛慢慢打開 各位你們知道為什麼師傅會用敲慶嗎 其實有時候你入定的時候 有時候那個氣要緩回的時候 一般我們在禪修堂 它都會用慶敲打 讓你的這個氣回歸 大家了解嗎 那你在家裡要怎麼回歸 你在家裡打坐的時候 你要出定的時候 你必須要怎麼樣 要意念鎖在仙觀處的時候 把那個光給放開 然後眼睛才慢慢的打開 這樣了解嗎 把那個光給放開 這樣清楚嗎 好 那今天這堂課 我們就叫幾個 上來發表一下 自從你們來聖年宮歸以後 這一堂課算是 非常非常正式的移植觀方式 來教各位修三寶心法 現前 來 當我在學祖的時候 就是在家裡自己自修 自修的時候 要盡 就是 觀慎全觀 全觀就是怎樣做 就是一心不亂 一坐下去 就是沒有其他妄想 他慢慢慢慢 以虛氣跟腐氣 那個盛暢的浮落 自然而然就進入到空間了 我經過是這樣簡單 好 那你今天在練習過程上 有沒有遇到什麼問題 沒有 OK 來 那個 縣主來 我今天不是教你們 講你們在家裡打作怎麼樣 是教你們剛剛 在練習的時候 有遇到什麼障礙 你們可以提出來 師傅可以當場幫你們解答 其實你們有沒有遇到什麼障礙 師傅是看得很清楚 來 有沒有什麼障礙 那個比較淺 嗯 嗯 嗯 聽看來比較明顯 吸氣比較短 你稱之為比較淺 好 OK 來這個聖祖師兄 剛剛所 他感覺說他在 他其實他修的時候 障礙不是很大 就是呼吸 吸氣的時候比較淺 淺就是以我們講的氣比較短 那我們就講說他的氣可能都是在到肺部而已 沒有到丹田 到肺部比較沒有到丹田 那氣 細膩又長當然是最好 你氣如果細膩又長就表示 你的專注力是比較專注的你的氣才會順 這個要注意 你的專注力如果夠的話 你的專注力 穩定的話 你的氣自然他就會慢慢的細而轉長 這樣了解 那如果你發覺到你的氣還是不夠長 不夠深 那就表示你的專注力還是不夠 或許你覺得你已經很專心在 在念佛 你感覺可能很專心了 那事實上 不然 不然 因為你可能意稍微有穩定 但是氣還是不穩定 這樣了解 那氣不穩定 這個意念還是不夠穩定 這樣清楚嗎 如果你意念 穩定的時候 相對你的氣脈就會跟著慢 細 深 長 所以你們在道經裡面講 修道的話會怎麼樣 細 長 慢 對不對 要看這一點 這樣清楚嗎 好 憲力來 來你們講完頂下 師傅會點你們的毛病 所以要老師講 一開始下去 就 很亂 那個意很亂 練想很多 然後慢慢 照師尊的方法 就慢慢補去 然後越來越 就越往 越吸 越吸越保 就比較有感覺 可是眼前一座開始 眼睛閉起來 就睡掉了 打開睡了 師尊跟他有提醒 然後醒過來了 然後又開始 慢慢調慢慢調 就有 進入狀況 所以說 希望各位師兄師姐 遵照師尊的方法 你們一定能達到 一定會成功的 各位 加油 所以師傅 就是要讓你們講心得 然後來解剖你們剛剛 在練習過程當中的一些 優缺點 憲力師兄其實 剛剛你們各位也聽到 師傅也說 憲力師兄要更專注 因為那師傅說 就是有看到他在打瞌睡 然後就有提醒他 怎麼樣專注 那師傅喚醒他專注的時候 後來就看到他 那個打瞌睡的現象 真的就解除了 所以師傅剛剛在跟你們講 裡面在打瞌睡的時候 如果會有掉瞌睡的現象 那就表示你的意念 是不夠專注的 那個一定要 重新把這個意念 或者把你的氣 重新給調順 那個意念 就把它拉到玄關 更 更用力的去練這句佛號 甚至於可以用內心 來跟迷路佛溝通 請迷路佛祖 或者迷路尊佛能夠持光普照 用這種念動一下 然後就開始更專注了 當你在心中喚醒 迷路佛光普照的時候 你的心已經有依靠 就不會瀟茫 或者無依無靠的現象 通常你會分睡都會有一種無依無靠的現象 會無依無靠的現象 是不是 然後請迷路來加持的時候 你就覺得有依有靠 對不對 這個有時候就是一個修行的 一個下手處 下手處 來 炫悟師兄 來 講完聖輩蔣介堂課的書聖在哪裡 十五 各位道聽 各位好 剛剛在 做 做禪的時候 練習三百姓 練習的時候 剛開始 其實 我 在做時候 舌頂藏惡 還有 把那個 關注在玄關的時候 其實 我的臉部會有一點 緊 但是在做 呼吸調氣 吸氣吐氣 吸氣吐氣 吐氣的時候在念 南無阿彌陀佛 不是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彌陀佛 那個 的時候 念 念 在那個 過程 其實 有 也有一些走神 有一點 掉 掉了那個 那個 在整個 這個 這個過程 我覺得 可以讓我的 那個 精神 跟那個 有一點 感覺比較 舒暢 在 剛 師父說 可以張開眼睛的時候 是整個氣 整個氣場 會覺得 蠻舒服的 這是我的 這個 心得 謝謝 因為 仙露師兄 剛剛在打坐的時候 其實剛開始 也是有 掉入掉急的 這個現象 然後 師父也 也有 喚醒他 以後來看他 就穩定 很穩定 很穩定 其實有時候 共修的時候 就是 一個主持的法師 非常的重要 各位 你們今天這一堂 成修課 有師父在這邊 指導你們 怎麼樣成修 當場 點破你的障礙 甚至於在 打坐過程當中 直接來指點你的障礙 讓你 可以突破這個障礙 就是在回道場 共修的好處 這樣了解嗎 所以說 常常回道場 以後這個課程 師父 如果以後桃園道場 起來的時候 師父可能會比較專精於這一塊 讓各位能夠精修法門 真正的達到了生托使這一塊 來 那個 廟 廟福師姐 來 我講的是我平常 習慣比較不好 都用條件 我這個七到半天 我才開始了 然後五一六 我把那個氣 我都 衛生区就是運轉這樣 我的體質是這樣 謝謝 請指點 其實 這個廟福師姐說 他氣到丹田的時候 他的氣就會讓他自轉 自轉 自轉 如果自轉是ok的 如果是刻意的去引領 就不對 就不對 自轉就對 因為 這個 粉顏經有講一句話 道本自然常清靜 何須會神映作天 適合用台語念一遍給你們聽 他說 道本自然常清靜 何悉悔神 穩秋天 這句話來講 這個方法 對 把這個呼吸 順了 就好 氣自轉 氣自轉 你不必要 去像那個 學密宗的 或者學什麼 從觀什麼 地輪 心輪 什麼 頂輪 這個其實都不必 因為你只要觀 他還是有像 還是有像 各位要清楚 雖然這個 在氣功的境界 可以講是 可以有所突破 但師父覺得這個 還比較像氣功的定 這樣了解 可是其他的宗拜 我們不以置評 但是 以師父在修禪中 入定的過程當中 覺得你只要有念 要入清靜定 或者是長期靜定 是不容易的 因為你還是有像 還是有像 所以氣自轉 是OK 你了解嗎 那怎麼樣 讓氣降到氣海 所以你們在打坐之前 一定要糾結佛風 要做好 就是深呼吸 吐氣 你會發覺你在吸氣吐氣的時候 你會感覺氣不順 或者在吸氣吐氣的時候 會有一些障礙 或是KK 這種現象都可能有 或者是橫看白白 這種可能都會出現 那你就開始 去把它調氣 我們講九次當然 看你的狀況 如果你九次以內可以把氣調順 不順 但是這個不要太快 你不要一次告白金 再用 不用 你就 很多東西都不要太擠 你一擠 反而是亂了心 這樣了解 再來你九次完 你還是覺得你的呼吸還是不順 你就繼續調 師父告訴你們一個秘密 因為師父學止觀入定過人 你在打坐的當下 如果你的氣跟你的坐姿 如果沒有調好 你要修到專注定 不容易 我可以直接告訴你們 不容易 這樣了解嗎 你這樣這兩個動作可以做好 你後面的殘修才能夠穩定 不管你用任何方法去修 才能夠穩定 所以為什麼以前道家會講 百入足跡 百入足跡是用三個月 又十天 來練習這個坐姿 叫做百入足跡 就是用一百天來練這個基礎 練什麼基礎 就是把身體坐好會吃 坐好會孫 去穿好會孫 去抓好會孫 這叫做百入足跡 各位聽到嗎 用一百天 你看我以前的修道人 要用一百天來練這個基礎 各位聽到嗎 這叫做百入足跡 百入足跡 十個懷胎 用十個月來練這個氣 來練精化氣 叫做十個懷胎 情緣結胎離生氣 是不是 叫做十個懷胎 對不對 再來三年一步 當你這個練精化氣之後 這還用三年來練這個神 神功主角 是不是 各位你看 你如果要叫這個百入足跡 十個懷胎三年一步 你看練起來要多久了 各位聽到這裡就知道 那都是基礎而已 那都是基礎而已 所以各位師傅今天 教這口我們的三部的修行 教這口給你們 可以讓你們直接關三部 不用練到三法組定 這樣的話就 這個氣聚閒關 以前是要練到三法組定的時候 這樣的話就氣聚閒關 性因現情 對不對 現在不用 但是不用 這個 打坐的這個基礎 還是要穩定 這個 師傅用道經來解釋 這個百入足跡的這個部分 一定要泡在 一定要泡在 你看剛才你們在坐的時候 師傅跟你們發覺到 很多就是 我用百入足跡來說 就是基礎的意思 很多我給你們看 這個百入足跡這部分 其實還要加強 還要加強 各位你們自己有足跡嗎 有 有足跡就好 有足跡就是百入足跡還要加強嗎 你們自己知道你的問題出來 你剛才聽師傅講完 你們都知道你的問題出在哪裡 是不是 是 這樣百入足跡有重要嗎 有 有 所以你們在處理的時候 不要一直想說 我今天坐的就是要定 你不用 你不用這樣 定不定你就讓他順其自然 但是這個獨棋要做得好 這個獨棋要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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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怕後面 後面這個自然過程 有什麼障礙 你不用怕 最怕你是這個獨棋做得不好 你在那兒自莫萬聰遜 反而變希望 變希望 變希望去 希望就是不真實 了解嗎 不真實 不真實的時候 有時候 因為我們講這個是修道 其實最後沒有成就的還是你自己 所以不用希望去修行 不用希望去修行 所以禪宗有一種 人修到最後有一種夢境跟什麼 幻境 這種虛幻出現的時候就是要去突破 這樣了解嗎 如果這個虛幻出現你不懂的突破 那你的修行就有障礙 憲言來 換你發表來 來往前來 好 我一一問一一解破你們的問題 有沒有直接點破你們的問題 老師真的好 學師姐各位師兄大家好 我是憲言 趁解風 我自己來到道場 歸在師孫的門下 已經差一點多了 但是在之前 大概有網路的那時候 我都會跟著師傅 在瞭解師傅 我們聖靈宮的一些法門 更新法 那以前我常常在想說 去去先關 我自己已經有一段時間就是說 在禪坐的時候 所持金剛所印 我們的佛號 但是我想說 我自己要去去先關的時候 我自己是 一直想不到說 我要如何能夠把氣 弄在我自己的先關上面 這個是我自己的 長久來我都是這樣在想 但問題就是說 我自己在 禪坐的時候 我是以前我就有在禪坐 但是不是常常 我禪坐的 的心得是 以前 早期的時候 一禪坐的時候是 胡思亂想 想東想西 你沒有一刻 沒有一秒鐘 沒有在於雜念 慢慢慢慢 最後到幾年之後 以我現在來講 我是閉下眼睛的時候 我是腦筋 我是很清楚 我的耳視都非常清楚 但是 我說我不要想 我的腦袋裡面 就是只有 我就好像 我人是在一個 什麼東西都沒有的空間裡面 我只是這樣 我的 每次我禪坐都這樣 我說我不要想 我就不會想 那這是我以前 就是說 剛禪坐的時候 跟到現在 想知道 大概三十幾年了 但是 我一到十分之後 以前 我們是在 我都說 我們是在靈動 看到我各種道場 有的 就是跳舞 什麼 就是靈動 我們所謂靈動 也不知道什麼叫靈修 也不知道什麼叫靈良 也不知道什麼叫性體 但是 大家都是在 好像都是說 就所說 就是在靈動就對了 大家在動 但是我只知其懶 不知所以懶 我當初我在 師尊跟師尊 第七年 我就問他說 這種現象來講很多 但是它是什麼東西 真的 我都搞不清楚 慢慢到聖明公佛中 了解說 原來講說 我們有自信靈 本來你在修自信靈 只是沒有人跟你講說 非常明確說 你這個靈 是外來靈 還是自信靈 但是尊跟我們 非常敏感 就是他就是 我們在修我們自信靈 內修還是修自己 一切都還是在修自己 修到自己本心 就佛教在講的 回歸到本來面目 我是把它假設一個狀況 就是說 我們常常在講 一般是說 反哺歸真 同心未免 我想是不是還讓我們見見 因為我們是有個體 我們有肉體有個體 所以說 我們在修裡面來講 當然我們在這裡 講說我們在這裡學習 但我們學習在這裡不是得到成績 是要把這裡所學到的 回歸到我們的生活 每一刻每一個時刻 所以說我自己就是說 我當初就是說 靜坐來講 你叫靜坐 你叫靜坐 那靜坐來講 就是說 我知道說 我閉上眼睛的時候 我什麼都不要想 我就不會想 好 等一下 那你今天的練習 跟你之前的差異在哪裡 對 我現在就是說 剛才 師尊在講 這個叫飄息法 鼠息 鼠息 那鼠息來講 我本身來講 因為就是 呼吸來講 我的肺部不是真的很好 如果我用我肺部呼吸 都是非常淺淡的 那如果用丹田呼吸的時候 氣就會非常好 這一點我是非常肯定的 因為我本身 我是一個 樂與樂師 所以說我們對這個 我們非常了解 但是問題 把它弄到 我們修行裡面 就是說 鼠息的部分來講 因為我剛才 我們隨著師尊的腳步來講 教我們做鼠息的部分 我就先嘗試用 胸 肺部呼吸 那就是很短 但是如果我把我的氣放在丹田裡面 就很長 這是 我的心理是這樣 那第二個 我就要問的就是 我一直 我一直都沒有辦法抓到訣竅說 我要怎麼把氣繼續到我的行關 那我最後怎麼做 那我這個方法不一定是對 我每次 我在氣繼續行關 我就是 我會 我就是會手放下來 就把它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然後我就 剛才聲聲講一句話 說 臉不要坐坐的 我就是坐坐的 就坐在這裡 我把手放開之後 這裡就是 好像有一塊錢在這裡 一塊錢就 這個我來解答 對對 我大概是這樣的 我的問題大概是說 怎麼氣繼續行關 我怎麼樣比較容易氣去行關 是是是 在那個點上面 這個 表示今天這個師兄 有用心在研究 的確啦 你說 因為氣去行關 如果這邊沒有一個 我們講的覺知 其實你是不容易定 這樣了解 那以前 我們在學止觀的時候 法師會叫我們下次 準備一個 有黏性的 或者甚至於 會有辣椒性的那個貼紙 把它剪遠遠的 那就把它貼在這邊 貼在這邊 你這邊有東西 你會不會有 有感覺 你自然就可以鎖住在那邊 你就不用用鎖去指 這樣 我現在教你 下次就不用鎖 去買一些那個 遠遠的貼紙 有沒有 貼在這邊 這樣了解嗎 貼在這邊 這樣子 因為一貼上去 你這邊就會有 那種感覺 感覺 甚至坐久這邊會熱 這樣了解 那是最好的 那你就知道 師父教你這樣子對不對 再來 你用 自己去調氣到 肺部到 到這個丹田這一塊 其實還是要 要放下 為什麼 因為你在打坐前 深呼吸 九次 甚至於更多 這一塊可能會比較重要 然後等放下的時候 氣就要自主 讓它自然 就不要再刻意去倒氣 因為當你刻意去倒氣的時候 到底你的念是鎖在閒觀 還是鎖在氣 這一點就要小心 這樣了解嗎 如果你鎖在閒觀 讓氣自然 你的念就不會鎖在氣 你如果說我的氣到丹田 那其實你的念是鎖在氣 而不是在閒觀 這樣了解嗎 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 那個念會跑來跑去 那個就是你的專注力不夠 因為專注力不夠 就是因為你就像 即使你的問題會跟現眼有一點一樣 就是你剛要玉手閒觀的時候是不容易 尤其你們是初學者 今天我才比較正式的教你們 怎麼玉手閒觀 對不對 那你看現眼就發現到一個問題 不容易的時候 他就用手把它點點到這邊 這個黑黑的對不對 是不是 然後呢就 就開始去玉手閒觀 因為你一點到這邊就會有 那個搞不好 五分鐘以後就會恢復了 最好的方法就是買一個貼紙 把他貼著 那個絕肢就不會跑掉 可是當你在練習的時候 就不要再去注意氣 氣只要注意你吸氣 吐氣練佛的時候 但是練要鎖在閒觀 但是如果你在注意你的氣是到 到這個肺部或者到丹田 那其實你的念某一個 你的念其實的主練力其實在氣 而不在閒觀 這個可能就要注意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非常好 今天這個課程 也透過各位共修的一些疑問 師位教你們一些方法 另外一點最重要 如果你晚上打坐 打坐完精神太好睡不著 記得 你找你家裡有一個點點的東西 點點的東西 但是不可以打到打空 就是你在做 比如在做 腿腿的那種三角 把你的腳 站在那個地方 站在那個地方 如果可以站的話是站的 如果不可以站坐的 讓你的腳底點點這樣 然後 用意念觀想你的氣 從腳底裡面散發出去 這樣子 你那個氣聚在頭部的現象就會消失 就會消失 這樣了解嗎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好 那今天的課程就上到這裡 來下課 來 好下課 好下課